明明說好 不公開 紅藥雄本人郭台銘 一下車卻直往鏡頭方向走來 我還沒拜訪客人 看完客人以後再接受 再給大家回答 閉門會談對象 是日本接手相麻生太郎 為此郭董還準備小禮物 送給對方 郭董接著和平宣言是不是 有要送給麻生嗎 基本和平宣言當面送到手上 只是前一天麻生公開演講 才提到台灣必須有戰爭覺悟 這與郭董想法似乎相互抵觸 他都很關心台灣會不會發生戰爭 我們要備戰 但是我們同時要能夠避戰 麻生透過我們台灣的外交部 直接通知我 希望他在走之前 能夠見我一面 親切隊鏡頭招手 一小時的早餐會後 雖然兩人沒有同框18相送 但郭董如此主動 問頂總統已盡在不言中 黨內立委這話就先說在前頭 任何一個成為候選人的人 大家都會共同來檢驗他 明明都是主張對外要對話溝通 就是希望不要避免擦槍走火 但要整合確實門都沒有 TVBS現在將明顯追蹤 封業消毒 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請問我請問你 如果您喜歡這個新聞 請問我給你 支持你 請問我